你还是会在这一年 所以你还是在带上 你还是在带上 你还在带上 你还是在带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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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基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某种惰性吧 说其实我们说是 我要看书 我喜欢看书 我还喜欢听音乐 那我请问你 多久没看书了 哎呦 两个个没看 所以我始终是不主张 读太多的书 就是在一个 知识的拥挤的一个状态下 我还是希望有效的去读 有时候包括重读 我们是有很多欠权,但是关键是我们的观点,对不对,我们是不是入入歧途,所以我害怕的是说,你被太多的知识包围,或者感觉自己不够,然后要拼命读书,然后脑子就讲读了, 他必须是一个写作者,因为有些作者他不一定是一个写作者,他可能一辈子就弄了一本书,但是他设计一个领域,但是他不是一个写作者,那这样的书我们当然已经不会考虑了,拉威尔是吧,就是那他既是一个写作者,他也是一个总统,所以他的书当然就是可以考虑, 或者还有一些政治家是一个作者,比如说托洛基他是一个作者,那他就是可以考虑,这个书店是没有大众的选择的,就像一个画廊也没有大众的选择,就是一样,不会有大众这个概念,你只能说是说更多的人,我们不会因为把文化这个事情弄得真的那么高,然后就说我们要照顾一下大众,这是没有办法的, 就是大众他跟这个事没有关系,是正常的 就读书的时候,这本书就打开了,我们不读它的时候,它没有打开,所以我们不要认为这是一个学艺的一个时刻,这个即将来到的,比如说晚上七点半钟开始读这个保普追伦这个书的这个时刻,即将来到了时刻,它意味着某种打开 它是安排的,当然,但是它也意味着要打开 一路上在行动上,我最常都不应该给他的认识,但是他不应该给他的认识,但是他不应该给他的认识 但是党足的时候,你会特别有注意力,因为你不可能分心 你分心,你非常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是没有意义的,对吧,因为它没有样子,它连样子都没有的,我们主动或被动的来到这个场所,就接受了一个打开 那么这个打开,经过多人的参与以后,它也是已经打开,它会参入很多附加的资料 总是有些人会,会要采取这个干预人家的方式 从释迦牟尼到孔子到所有人,苏格拉底 可以说,所有的做实业,开商店,开餐馆的人,都是希望干预人家的生活的人 而那些去一个地方上给小班,下班的回家的,这是不干预人的人 但是我这个人就是可能会野心大一点,就喜欢,就是想影响别人的这个 不是要大家独自,是要大家的思想稍稍复复杂一点 也可以说独立吧,就是对它的复杂性,就不把事情简化 我们是希望它看得远,或者有一种怀疑论的基础,思想基础,就不要轻信,对吧